早安 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网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早晨7点05分32秒了 来 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福泽乔 已经来到了节目的现场了 乔哥早安 嗨 志平早安 然后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我是福泽乔 是 乔哥 这个距离上次你来到节目当中 已经又有一个月的时间 这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看到日本的鱼市场 哦 陀螺丧失了 讲到陀螺我真的精神多了 为什么我爱陀螺 因为你的肚子上就一堆陀螺 我不但是陀螺 我还是那个鲑鱼肚好吗 就是鲑鱼肚就是陀螺啊 是 是 对啊 对啊 好 请教一下 请教一下 这一次我们来聊这个日本的鱼市场 新春黑鲑鱼的近拍 但是台湾的这个 我记得东港每一年也是第一尾的黑鲑鱼 近拍的时候 那也是新闻 一尾要卖到一百万耶 是 才一百万 可是日本是多少 日本他们在去年的时候 去年是两百多公斤的 因为每次都是大肩 就是欧妈的那个黑鲑鱼啊 那去年卖的价钱是一千多万 日币 日币一千多万 那折合台币大概多少 折合台币的话大概 你是在除以三嘛 大概是对三百多万嘛 对 那然后呢 但是今年啊 因为去年的话还是在疫情期间 那今年你知道吗 今天它整个一个拍卖价格 拍出一个高价 三千多万 将近台币一千万左右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 那然后我想问志平 你说为什么 为什么他 对为什么啊 因为呢 因为大家知道嘛 就是不是那个 中国他那时候宣布了就是 要开放了这个边境管制了嘛 嗯 然后日本就想说 哇 哦 陆克蜂涌而至 对 即将蜂涌而至 对 然后他们就算好 就是因为要蜂涌而至啊 那然后呢 你知道吗 就是华人呢 最喜欢就是吃 嗯 对 那所以呢 他们就开始 这鲑鱼价格就翻了这个 两千万起来啊 所以呢 就黑鲑鱼的这个 在今年的近拍价格是三千多万 是这么来的 对 因为他们已经预料到说 哎 这个会 应该会来吃 但讲到这个东西 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是 我想问一下 就是志平 志平你觉得 寿司 日本的寿司 Sushi Sushi到底是高级料理 还是庶民料理 如果照那个三大寿司 回转寿司店的普及 我觉得它应该是庶民料理吧 你看 我们家 志平就是那么的亲民爱物 不是 三千多万鲑鱼 然后你说它是庶民料理 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的逻辑错误了吗 其实 其实没有错了 因为呢 这个寿司啊 在江户时代啊 它本身其实就是 我们在讲的就是 有点像那个 大家不去吃那个 汉堡素食店吗 它其实就是一个素食料理 为什么素食料理 因为呢 在当时整个江户啊 你知道什么人最多 浪人 你讲的没错 真的假的 我随便乱猜 没有 就是罗汉卡 罗汉卡 你知道罗汉卡这个台语 它本身的意思是什么 单身汉 为什么是单身汉 为什么寿司 为什么寿司是底下是一层饭 上面一丝一片鱼肉 因为这个关系是 我这样就拿手拿着吃 吃个几个 吃完之后 几罐吃完之后 我就饱了嘛 我就可以继续工作了嘛 我就继续主持广播节目了嘛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因为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寿司最刚开始 其实是素食料理 那后来呢 是因为开始大家觉得说 哎呀 那这个寿司 应该是要越吃越好 那越吃越好之后 结果呢 就开始就走向了高级寿司 什么寿司之神啦 这些东西就出现了 所以呢 在疫情之前 寿司大概分成两种 一种是属于 制品吃的这一种 回转寿司啦 那种便宜的寿司啦 他果然挖坑给我跳 我还真跳进去 没错 那另外一种 其实就像我经常要去吃 因为我们不吃那种 回转寿司 我们要去吃银做的 高级寿司 但是重点出来 重点就是说 又有便宜的 又有很贵的 难道没有中间的吗 有吧 没有 以前真的还真没有 但是现在呢 开始出现 因为现在呢 我们在讲的 刚刚不再提了吗 像中国的这个 就是 人口数往下掉 经济活动开始往下衰退 年轻人没有工作啊 年轻人赚不到钱啊 那你说 叫年轻人说 去约会的时候 说 那个制品 我们去吃个回转寿司 这个 今天如果制品的女儿 是这样子 被约走的话 制品大概也会 暴跳如雷 可是问题是 年轻人又没办法出 很贵的钱啊 所以现在呢 专门给年轻人吃 是一种叫做 居酒屋寿司店 居酒屋寿司店 有什么特殊的 这个食材 或者是食物 脆出来 一般来讲 我们在讲说 就是回转寿司 你当然就吃便宜嘛 对不对 那所以回转寿司 大家也都也去 那个坊间的 这个回转寿司店 大家吃过 什么都有嘛 对 拉面都有 对 但是呢 高级的 我去吃的这种寿司店 就只有寿司 没有别的 但是居酒屋寿司店呢 它有卖什么 它有卖欧蓝 蛤 居酒屋寿司店 有卖欧蓝 对 为什么要卖欧蓝 这当中是有个故事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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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呢 刚才不是在提到了吗 寿司最刚开始的时候 它其实是来自于 就是路边摊 路边摊演变到最后 变怎么样 就是一个街房里头 可能就有一家寿司店 那寿司店 就是老夫老妻开的寿司店 那今天大家就熟门熟路嘛 熟客嘛 是 那然后去吃的时候 你总不好意思 只给人家吃寿司 吃不饱啊 对不对 对 那所以呢 就会准备一些小菜啦 然后那个 欧蓝啊 给大家吃啊 但是问了疫情之后啊 这样的店纷纷倒掉了 为什么 因为就是你没办法去店里面吃嘛 那你叫他们再准备外带 他也没那么精神去做啊 那但是呢 这些倒掉之后呢 开始就是有一些 我们在讲的就是连锁集团 开始就说 没关系 我们来补这个位置 于是呢 包括我们在讲坊间有一间 就是最高级 那之前不是有的鲑鱼之乱的嘛 然后呢 他就想说 好 我整个把这些店 我要吃掉这中间的这个课程 所以呢 他们就开始开了 所谓的居酒屋寿司 对 那然后开了这个居酒屋寿司呢 他们还叫什么 但是上面寿司啊 我们在脑袋里面想的是寿司 对不对 不就是尼琪里嘛 尼琪里 上面一定是鱼肉嘛 对啊 我跟你讲 年轻人不能只吃鱼肉 那要吃什么 上面有猪肉牛肉都有 对 也就是说 这寿司里面 他们开始做变化了 对 对那上面的话 其实就是变成是寿司的那个饭 醋饭是在的 是 但是上面的料就改了 哦 哎 这就改成了就是包括有那个牛肉啦 有猪肉啦 还有鸭肉 我记得 对 那然后甚至我还 我跟你讲 我还吃过有鸡肉的 哦 而且是生鸡肉 哇哦 对 那然后呢 这有很多就开始不同的这个寿司 就开始改变了 嗯 那这也是 我应该在想说 日本哦 现在最新的一个 就是说除了我们在讲的贵的 嗯 银座的这样寿司 还有比较便宜的回转寿司之外 其实呢 就开始有所谓的中间的这一块 我们在讲的居酒屋寿司的形成 哦 原来是这样 哇 好有意思哦 嗯 那难怪这个在日本的这些寿司文化的变化 也传到了台湾来 前几天我才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所谓的三大回转寿司 其中的一家 好也是就是福泽角口中这个挖洞 叫我跳的那个廉价寿司 那你一直都吃廉价寿司 是是是 好 然后里面就有真的是牛肉 对 还有这个鸭肉 是 就是还有当然上面有盖其他的东西 没错 那因为像制品的话比较没钱 那大概上面就放个鸡蛋这样子 各位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这个刚刚一边为我们解说日本的寿司店 或鸭鱼的这个经过的正在流口水的福泽桥 我亲眼看到他流口水 他叫吞口水的样子 那真是 好这个各位 这个他也是人嘛 对不对 好 也会吞口水 你就是 你就是要帮我再回马一枪才行 对 开玩笑 挖坑让我跳 我不进你一枪怎么可以 好 这个刚刚我们聊的是这个日本的吃 日本的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其实坦白讲 这个讲到这件事情 我还真的蛮心里面有一些憧憬 憧憬 对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聊的是暴走族 我为什么想要成为暴走族 我曾经幻想过说 我骑着机车帅帅的模样 骑在那山林之间 然后过弯的时候 也是一样跟人家那种 一直几乎那个弯道 一过去的时候 我机车要倾斜将近180度 没有到那么多了 然后就有一个 180度不是整个滑出去了吗 没有了 还是有人帮我拍照 我好向往那个骑车的主角是我 可是今天我们要谈的是 比那个更超过的 更超过 暴走族 在台湾没有暴走族 台湾 怎么会没有 严格来说 就是那个夜晚飙车族而已 那个不叫暴走族吧 那个其实飙车族 其实就跟暴走族 他只是暴走族的前身 对 那我要问一下志平 台湾的最有名的飙车的地点 曾经在哪里 我记得是在比较笔直的那种 在哪里 线道上 在云林吧 还是在新北 还有在平俄公路上面 各位听众 我必须要讲 志平他就是不愿意讲的原因 是因为他怕暴露他的年纪 明明他骑了摩托车后面的那个挡泥板 不是杨林 就是金瑞瑶 是金瑞瑶 我承认 因为我跟金瑞瑶的妹妹同班 你看吧 其实台湾 台湾过去曾经有流行过 就是我们在讲的飙车族 台湾最大飙车族的胜地 在大渡路上 对啦 台北市的大渡路 然后大渡路上 有一个叫做台北黑玫瑰 的一个女标车族 然后最近遇到她之后 她叫做台北高丽菜 为什么 黑玫瑰为什么变成高丽菜 因为她的黑玫瑰的手臂刺青完 然后现在年纪比较大了 黑玫瑰那个手臂变出了 所以玫瑰变成高丽菜 好开玩笑 但是呢 必须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其实在日本过去 过去的话 他们那个最早的那个暴走族 他们名字其实叫做雷族 雷族 对 为什么叫雷族 就是呢 因为他们摩托车在启动的时候 他们就是故意要把那个消音器拔掉 但是我想问一下志平 你知道拔掉消音器的目的是什么 那不就是炫耀吗 告诉别人我来了呀 其实不是 不是吗 因为呢 消音器 消音器为什么要把它拔掉 最主要原因 因为消音器本身啊 它其实是为了要降低那个燃烧的 那个引擎燃烧的那个速度 把那就是 因为你只有把它装上去之后 消了音 然后你的燃烧速度会降慢 降慢其实代表就是说 你摩托车是飙不动的 那所以呢 雷族他们最想 他们是希望把那个车子要飙车嘛 飙车速度要加快嘛 但加快之后 所以他们把消音器拔掉 消音器拔掉之后 气缸的这整个爆发力 能够真的完全冲出来 但是重点在于 当他今天气缸的那个气 完全燃烧冲出来的同时 造成了巨大的噪音 噪音的话就造成了 所有旁边的邻居的那种 所谓的抗音 抗音 那所以呢 他们这个东西 那因为那个车子 如果大家有听过那种拔掉消音器的摩托车的声音 就知道那个就雷族的声音 就这样出去了 那出去之后呢 那这一些人他们就怎么样 他们开始就聚集 聚集之后呢 有一些我们在讲的就属于比较 社会的那个 比较属于说年轻啊 好勇 逗狠的这些年轻人啊 他们就会集结在一起 集结在一起之后 然后就成为一个团伙 那成为团伙之后呢 曾经在日本哦 他们还曾经因为是这样的关系 因为警方要取缔这个雷族 因为雷族呢 本身是会造成所谓的噪音的污染 那然后造成声音污染之后呢 但是这一些人又跟警方玩捉迷场 到后来呢 还曾经这些人曾经去 因为我们在讲说 日本不是有商店街吗 然后他们就整个车就啪 摩托车开进商店街 然后开进商店街之后 有一些比较不受控的 开始东西拿乱砍啊 把那东西弄坏啊 所以就是这样子 那暴走族的名称就这样不进而走 原来是这样子 我今天算是对暴走族 这三个字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是 我之前 因为台湾的这个飙车族啊 在大陆路上乱飙的啦 台北黑玫瑰 对对对 台北黑玫瑰 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总是从这个社会新闻上面啦 读到看到飙车族猖狂的样子 造成大家的困扰 然后警方去取缔 对不对 然后也有一些学者啊 教授啊 会探讨说 为什么台湾社会会出现飙车族 那年轻人为什么会喜欢飙车 因为他们在这个领域里面争取认同 争取 反抗他们在学校里面 也许是受到的歧视 也许是受到的这个老师的这个 不喜欢他们 或说他们不喜欢在那个固定的模式里面发展 于是乎有了暴走族 在路上飙车 就是为了要满足自己 我觉得那是一个社会现象的探讨 但今天乔哥告诉我们 日本的暴走族 原来有这么多妹妹 有不一样的一些 他们的这个不为人知的细节 是 那所以呢 后来那个整个暴走族啊 他在全盛时期 在整个日本全国 有四万多人 哇哦 而且呢 他们就是 就刚刚志平他时候讲的一样 就是说那些暴走族啊 他们开始要能够 引人吸引人注目啊 开玩笑 那衣服啊 衣服就穿那种长的那种长袍啊 那长袍后面就写对不对 就是宣华上等 什么叫宣华上等 就是我就是来跟你吵架 宣华就是吵架的意思 日文啊 就是宣华上等 我就是来跟你吵架 你就是就是这样子 而且呢 后来还怎么样你知道吗 后来呢 反而女生啊 女生的暴走族反而比男生来的更多 对因为呢 他们就觉得说 我今天因为这些游戏 我们在讲说 他可能是比较在这些年轻的女生啊 他们本身其实就是可能家庭里面 有一些问题啦之类的 他们觉得说 在这里我可以获得我的那个 心里面的一个成就感 但是问题出来了 是 最近啊 那个暴走族啊 日本全国啊 剩下不到几千个 从四万多个剩下不到几千个 为什么会减少 第一个 因为整个令和世代啊 那个我们在讲说 包括道路法的修改啦 然后现在呢 还有电动摩托车出来了 我就问志平嘛 你电动摩托车 你怎么暴走 你跟我讲 根本飙不了啊 不重点是 连雷族都当不了啊 对你没有声音啊 没有声音啊 那然后就没有快感啊 所以呢 开始就是令和时代啊 这些我们在讲的这个暴走族啊 整个就整个忽然之间 整个没落下来 那没落下来啊 他整个就 我连我也没办法改引擎 然后我也 我也飙 也就是飙这个速度而已 就变得非常的温和了 那所以呢 现在反而呢 在日本有很多的 我们在讲说 现在有过去的 过去的飙车族的这一些 过去是年轻人 就像志平呢 他平常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 也会在大渡路 上面去看人家飙车 我就是欧米贵啦 没有 开玩笑 开玩笑 没有 你是 我是高丽菜 高丽菜 对 然后呢 就是因为是这样的关系 但是这一些人 他们开始会想要 回味一下当时的这种年少轻狂 所以呢 现在开始有一种叫做旧车会 那旧车会 他们就不一样了 他们开始呢 他们其实还是会改装 他们的摩托车 而且呢 他们摩托车 现在都已经从一般的摩托车呢 变成了所谓的重机 但是他们在重机上面 他还是会去加一些装饰 有浪贵贵的那种 有没有 就是把旁边还装个翅膀啊 那些的 但是呢 对他们来讲 他们就会觉得说 我只是想要去体验 感受一下我过去 然后呢 这个现在飙车族呢 开始有 有一些就开始变成 就变怎么样 变成所谓的 就旧车会的成员 乔哥 有一个细节 我是一定要追问 我们讲飙车族 他是为了吸引大家 去注意他 关注他 所以他这个 当然声音是一个特色 对 可是他们的服装呢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那从前昭和时代 跟现在令和时代 这个暴走族 他们的服装有差异吗 当然有差异啊 现在令和时代 每个骑车出门 都要戴安全帽 真的 从前不用吗 从前没有 从前 我讲 你去翻那个 过去在报导 那个暴走族的 哪有人可以戴安全帽 别开玩笑 头上绑一个 必胜 有没有 然后有个日本的旭日旗 是 绑在头上 然后那个戴戴 因为你高速前进 那个戴戴就飞起来 就飞飞飞飞飞 有没有 然后呢 那个衣服啊 一定要穿个长袍 为什么 因为一样 这摩托车冲的时候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有那个所谓 喧哗上等 后面就这样 整个啪 就冲出去啊 那衣服就这样飘啊 开玩笑 你有没有看 最近不是有那个 新的那个 那个假面骑士要出现 对对对 就是那种概念啊 哇哦 对 但是因为现在 现在整个交通法规 变得非常严格 所以呢 你不戴安全帽不行 你想一下 飙车族戴上安全帽 好 我了解 是不是有一点点就觉得 对 味道就跑掉了 逊了一点 对 我们对啦 我们不能讲逊啦 因为戴安全帽 挖坑给我跳 啊完蛋了 我变成公干的对象 不是啊 因为你期末 为了安全 一定要戴安全帽 所以我刚才 我刚才一直选择用语 但我不晓得 你的血就跑出来 我是暗暗窃喜 是是是 都是我说的 本来是说都是来宾说的 对 没有啦 而且我 你乔哥讲到这边 我就想分享一下 其实在台湾 每到假日 是 乡间的这个 线道级的 那种道路 比较窄的线道路 如果有那个漂亮的 弯道的话 其实我 几乎 几乎我每次出去玩的时候 假日出去玩 开车出去 我都可以看到说 哎 其实怎么这条 这个小路上面 我们讲小路也不是很小啦 就是可以飙车的这种路 总是有 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会聚集 然后呢 他们穿的都是黑色的皮衣 然后呢 或者说 有男有女 戴安全帽 没有错 然后他们会聚集在某一个点 对 比如说弯道之前的几百公尺 他们就在那边聚集 然后呢 聚集是为了什么 他在这个聚集的地点旁边 一定会有一部警车在那边等着 为什么 因为他等着要抓这些人 因为现在台湾的这个道路是这样子 就是说 这些个道路 因为如果有漂亮的弯道 就是飙车族 最喜欢去飙的地方 然后在点跟点 他会设两个点 点跟点中间会有测速 你通过的时间 如果是少于几秒 对不起 你就要吃罚单 有啦 现在那个 像台北的要去故宫的那个隧道也是 对 然后呢 这一类的这个警察就在那边等着你 是 所以呢 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在这里 这个聚集的时候 他们其实就是在等警察 退去以后 他们可以赶快把握机会 快速的通过这个弯道 是 是这样子的 不过必须要讲就是说台湾跟日本在摩托车文化上面 其实发展不太一样 那因为像志平他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有玩过所谓的交换钥匙这样的一个游戏 这你也知道 没错嘛 那然后呢 就出去出去那个我们在讲出去玩的时候 一定是那个男生的摩托车钥匙就都丢在一堆 让女生去挑 那挑完之后对不对 这就马上就配对成功啊 这比现在那个什么交友软体好用多了 不得不说那时候的这个抽钥匙的游戏那真是刺激啊 而且哦志平喜欢骑野狼 然后呢他他野狼呢 因为野狼那个就是跨座嘛 对不对 跨座呢志平呢刻意把那个坐垫旁边 这中间其实有一个那个我们在讲皮带 要让后座能够拉着的 志平都故意把那个皮带剪掉 因为这样子女生才可以搂着你的腰啊 你看吧 哈哈哈哈哈哈 各位今天我大概跳了四五个坑吧 有没有 这个我们邀请到的贵宾是资深媒体人 同时也是专栏作家福泽乔 乔哥在节目中为大家来分享啊 有关于不管是日本的这个鲑鱼记也好 或者是这个日本的暴走族也好 其实都有很多可以怀念 或是很多可以跳的坑 啊没有 这个我们非常谢谢乔哥的分享 不过我们必须要最后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非常重要的就是骑车啊 对不管骑车开车尤其是过年期间啊 嗯注意安全 一定要对 一定要不但要注意安全 你该有的配备不能少 没错安全帽一定要戴 对然后呢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要注意 你出发之前注意路况 这个地方这个这个地欢 这个地方的这个呃 限速速限啊 这速度的限制你要搞清楚 对万一这个速度过快 就坦白讲你吃了这个罚单 也划不来大过年的嘛 何必去惹警察呢 对不对 没错 好这个安全第一 好安全第一 好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乔哥来上节目 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 随时锁定中央广播电台的各界新闻 或是上到我们的官网上面来浏览新闻 快过年了 有很多这个相关的讯息 你一定想要知道 特别是这个回家返乡的路上 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措施 千万不要上了高速公路才发现 啊上高速公路之前发现 哎怎么上不了 好 OK 我们也非常谢谢乔哥 谢谢 拜拜 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